请各位大德合掌 让我们共同称念本师圣靠及开金记 拿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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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意 请放这 各位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来研究佛说大圣无量寿 庄严清净品等绝经 第38品礼佛献光第38 课本在811页 这一品的品名在811 经文是从812开始 我们把经文念一遍 佛刚阿南若曹欲见无量清净品等觉 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 因其西相当日末处 恭敬鼎礼 趁念拿摩阿弥陀佛 阿南即从坐起 灭西合掌 顶礼博言 我今愿见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供养奉事 众诸善根 鼎礼之间 呼见阿弥陀佛 容颜广大 色相端严 如黄金山 高出一切诸世界上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 称阳赞叹 阿弥陀佛 种种功德 无碍无断 阿南博言 彼佛尽差得未曾有 我亦愿要生于彼土 世尊告言 其中生者已曾 清净无量诸佛 执重德本 如欲生彼 应当一心 归依沾阳 坐日与时 阿弥陀佛 及于掌中 放无量光 普照一切诸佛世界 时诸佛国皆兮明现 如处一循 以阿弥陀佛 殊胜光明及清净故 于此世界所有 黑山雪山 金刚铁为大小诸山 江河丛林天人宫殿 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 乃至尼离西谷 幽明之处西大开壁 皆同一色 犹如节水弥满世间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 晃样浩瀚 唯见大水 彼佛光明亦复如是 身闻菩萨一切光明 西街隐蔽 唯见佛光明要显赫 此会示众 天龙八部 人非人等 皆见极乐世界 种种庄严 阿弥陀佛与比高作 威得唯为 向好光明 身闻菩萨 围绕恭敬 譬如虚明山王 出于海面 明现造药 清净平正 无有杂慧及异行类 维持重宝庄严 圣行共住 阿南基诸菩萨众等 皆大欢喜 勇要作礼 以头着地 称念 拿摩阿弥陀 三秒三佛陀 诸天人民 已至冤非软动 赌世光泽 所有疾苦 莫不休止 一切忧恼莫不解脱 喜皆慈心作善 欢喜快乐 中庆秦色 空喉乐器 不古自然皆作五音 诸佛国中 诸天人民 各持花香 来于虚空 善作共阳 而是 极乐世界 过于西方 百千聚之 那犹他国 以佛神力 如对目前 如近天眼 观一群地 彼见之徒 异父如是 稀赌 娑婆世界 释迦如来 及彼求众 围绕说法 这一篇经文 比较长 但是呢 有一点类似 在告诉我们 一个景象 极乐世界 出现的景象 所以呢 读起来呢 就一定要把它读完 感觉他比较能够痛快一点 做一段一段的感觉 好像还有故事没讲完 那上礼拜呢 已经稍微解释到了 这个813页了 那么你从头看起 就是811这边呢 黄天主老居士先介绍 说这一品 是因为呢 为了让众生 能够更加决定这个信心 你看811的倒数第六行 圣至上流 虽皆信节 列会下辈 未能决定 所以要让这个列会下辈呢 能够生起决定的信心 另外的话 耳听 耳闻 不如眼见 所以呢 还是要眼睛看到 才会呢 生起那种坚固的信心 所以 要让大家来对佛所说的 佛所介绍的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通通生起决定的信心 那另外的话 就是倒数第三行 不但见者获益 更为后世文者正信 就像我们现在 读到这样的经文 相信释迦牟尼佛 还有呢 这个 这个节级经典的人 不会骗我们 这些都是实情 当时候呢 就有 就有这么多人看到 那 这个 应该要有信心才对 好 那么再翻到八一二页 这时候释迦牟尼佛 就对着阿南讲 说你如果想要看到 无量清净平等觉 就是无量受佛 还有看到极乐世界 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 你要看到阿弥陀佛 要看到极乐世界 那怎么做呢 站起来 对着西方 太阳下山的地方 恭敬鼎礼称念 拿摩阿弥陀佛 所以很清楚 释迦牟尼佛教我们 要怎么样能够见到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就是对着西方 恭敬鼎礼 然后呢 口称拿摩阿弥陀佛 那这时候阿南尊者呢 就遵照释迦牟尼佛的指示呢 就站起来 然后对着西方 合掌鼎礼 也同时说呢 我敬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供养奉事众诸善根 鼎礼之间呼见阿弥陀佛 这上礼拜呢 就引用这个注解 让大家看 就很清楚呢 就是说 他鼎礼下去 头还没抬起来 还没还没站起来 就阿弥陀佛就出现了 所以 所以你看那个上礼拜的讲义呢 等于就是4月8号这边的讲义 汉译本无译本呢 都写着阿难未起 就是拜下去还没有起来 然后呢 阿弥陀佛就出现 不过是汉无两义的话呢 他阿难未起 接着就是呢 无量清净佛放大光明 或者是无译本 是阿弥陀佛大放光明为神 所以这个放光明呢 在我们汇集本 他是采用其他的译本 也就是下面 讲义下面这一段 为唐颂义呢 是指说呢 在掌中放无量光 光放大光明 也就是课本的815页 所以呢 这个下联局老居士呢 汇集的时候呢 就把它分成两段 首先呢 阿难拜下去还没起来的时候 阿弥陀佛出现 然后呢 十方诸佛 赞叹阿弥陀佛的声音 然后呢 接着八一四月 阿难呢 就发愿说 我也想要往生极乐世界 那释迦牟尼佛就跟阿难讲 你必须要一心归一瞻阳 这时候到了八一五月 阿弥陀佛才从掌中放无量光 普照一切诸佛世界 所以这个五种原义本呢 阿弥陀佛放光 跟阿弥陀佛出现 是有的地方呢 就不太一致 五个义本不太一致 所以汇集本呢 就先把阿弥陀佛出现写在前面 然后呢 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尊者 你要怎么样能够 也能够往生 你必须要一心归一瞻阳 那之后阿弥陀佛才放光 所以这个是五种原义本 跟汇集本的不同处 提供给各位做注意 那么这个813页这边的注解 第二行解释说这个呼见阿弥陀佛 那他比较强调说是感应的神术 刚刚墨玄呢是强调说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阿弥陀佛什么时候出现的 阿难拜下去还没起来 那为什么会那么快 黄念族老居士呢 着重在这一点 就是感应神术 然后第五行 813页第五行 西方飞遥不远 我们觉得远是因为我们迷了 迷心为格 如果我们用的是真心 因念归真 那往生见途 没有格念跟格时 所以呢你才拜下去 你看阿难代表 才拜下去阿弥陀佛就出现 就看到了 所以下面的话呢 他就引用静明经跟手嫩严经 来证明这件事情 那他引用静明经就是维摩结经 里面写到呢 佛与竹子暗地 此土顿线尽叉 那请看上礼拜三考讲义 这个呢是在第一品佛国品 有一个梵天王 叫做罗济梵梵天王 跟社利佛尊者的对话 也就是说呢 这个社利佛呢 听到释迦牟尼佛讲 心静则土静 那他内心就生起怀疑 那如果是这样 那是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心不静 所以释迦牟尼佛的佛土不静 才动这个念头 不敢讲出来 动念头而已 可是呢 被罗济犯王 有他心通就知道了 马上呢就对着尊者讲 物作示意 你认为我们释迦牟尼佛的佛土不静吗 你不要这样认为哦 因为我看到释迦牟尼佛的佛土亲近 就像自在天宫这样 那释迦牟尼佛 这么亲近的佛土 释迦牟尼佛尊者为什么会看到 是像你下面讲的 我见此土丘陵坑坎 荆棘杞沙利 土石珠山灰恶充满 所以释迦牟也不客气啊 说你看到是这样 可是我看到明明是这样 而且不是我看到而已 他其实没有补一句话 不是我看到的是丘陵坑坎 荆棘杞沙利 我相信在座很多人也看到 跟我是一样的 那这时候罗济泛王呢 很不客气了 可见他是大菩萨 对着阿罗汉尊者 而且是摄利佛尊者 人者心有高下 不依佛慧 所以你才会见此土为不尽 摄利佛菩萨于一切众生 细皆平等身心清净 依佛智慧则能见此佛土清净 那各自己见 双方都各自认为自己看的对 对阿 这时候释迦牧尼佛在旁边 就开始用神通 他也没有用手印在那边笔画 不需要用脚趾按地 脚趾头按着地 这时候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就变清净 若干百千珍宝岩世 譬如宝庄严佛的 无量功德宝庄严土 就像另外一尊佛的那种庄严土一样 一切大众叹未成油 不但是看到佛土变成清净庄严 而且看到自己都做的宝莲花 这时候摄利佛就没话说了 也就是说在佛的境界里面 在佛心的境界里面 他的佛土是这样 那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佛土不清净 的确是我们心不清净 这是黄天主老居士所引用的第一个 维摩结经的例子 他只用最重要的那两句话 佛以竹子按地 此土顿现尽叹 那另外他又引用手嫩严经的这段话 我指按地海印发光 此之方 这边也是这两句话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其实有错误 他的用字有错误 我们虽然知道他的用意 但是呢 所嫩严经不是用手指按地 唯摩结经是主指按地 没错 所嫩严经不是用手指头去按地 请看原文 上礼拜的讲义 释迦牟尼佛用一个辟语啦 譬如说这些很很很不错的很高级的这些乐器 琴色空猴琵琶 谈出来的声音都很好听 但是呢 像我们不懂音乐的 不懂乐器的 我们不会去谈 不会谈 若无妙子 这么好的乐器 这么贵的 几十万上百万的乐器 你也谈不出 我们也谈不出 多好的音乐出来 终不能发 所以释迦牟尼佛用这个批语 只是安然说 你跟一般众生是一样 我们的宝觉真心都跟佛一样 各个圆满 但是佛如我按指海映发光 所以他的按指不是按地 是按乐器 按那些琴色空猴琵琶 去弹那些乐器 这时候弹出来的音乐 那就是妙音 就如同从心地里面 就可以呢 因为住在海映三昧 华言经的海映三昧 所以就可以放出 无量无边的光明 主要是这两句话 如我按指海映发光 反过来说呢 对着安然讲 像你这样 或是像一般凡夫 如战举心 成老先起 都是起烦恼 我们起心动念 都是跟着起烦恼 人家释迦牟尼佛呢 起心动念 都是海映发光 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对着安然 讲 因为你们不请求 无上绝道 爱念小生 得少为主啊 才会变成 同样都是呢 同样都是呢 各个圆满的 宝觉真心 我们众生心 跟佛心 无文无别 都圆满 但是呢 我们起心动念 都是成老 烦恼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起心动念呢 都是海映发光 所以这就是 黄念祖老君子所引用的 这两个 依据 唯摩截经 跟手嫩引经的原文 那再看回八一三页 所以呢 这个 狂念祖老君子引用这边呢 就是要说明下面这段话 就很重要的一段话 念佛时 似心念佛 见佛时 似心见佛 只是一心 我心佛心 无毫理许间隔 不但是没有两样 无恶无别 而且是没有间隔 也就是说 其实是同一心 所以叫做没有间隔 其实是同一心 所以用这个 念佛时 即是见佛时 倒数第三行 念佛时 即是见佛时 没有时间 其他的念头的间隔 所以倒数第四行 行者临终若能一念归真 亦必当下见佛 蒙佛皆引往生极乐 最主要他是对着一般的人 讲临终的时候 会见佛 如果我们平常念佛有人 得到念佛三昧 已经得到念佛三昧的人 当得念佛三昧的行者 念佛的时候 念念都可以当下见佛 原因就是前面的那些说明 四心念佛 四心见佛 所以我们同心而念佛 佛就在我们的眼前 只是我们迷惑颠倒 所以呢 以为看不到 所以我有时候会用这样子 去回答那些 来问电话的人 但是呢 我后来发现 有的人没有办法 接受我这样子的讲法 怎么样讲法 请问阿弥陀佛的法身 片一切处 那阿弥陀佛的名号 不就是等于是阿弥陀佛的法身吗 所以阿弥陀佛法身片一切处 当你念佛名号的时候 佛的法身就在你所念的名号当中 就在那里呀 有的人有听没有懂 有听没有接受 我后来想一想有可能 因为他问话的那个人呢 他一直问我要不要观想 念佛号的时候要不要想佛像 我后来想到 现在有一种说法 所谓的左脑跟右脑 左脑的人呢 很能够很迅速 左脑发达的人 很能够迅速的了解 数理跟逻辑 左脑不发达 右脑比较发达的人 他都是用图像记忆 跟图像理解 所以你跟他讲那些逻辑推理 他想不通 但是如果你用图像 让他理解 他很快的就能够记住 也能够了解你要表达的是什么 所以我在想 听不太懂我要表达意思的人 可能就是左脑比较不发达 他右脑比较发达 他需要用观想的 他觉得这个比较实在 所以在座各位如果有类似的 你是右脑发达的人 那你可能就要透过观想 你就在想 你所观想的佛像 虽然只是你脑海中的佛像 虽然你是第六意识所观想出来的佛像 但是他也是一个像 木木像 宰相那个像 他也是个像 既然也是个像 也就是佛的法界身 也可以表现在这样子的像当中 不是只有名号当中是佛的法身 骗一切处 骗到名号 佛的法身也可以骗在一切像上 这样才是做骗一切处啊 所以你问我我可不可以一面念佛 一面观想 我比较容易得到念佛三昧 当然可以啊 当然OK的啊 你会一直一定要用观想 有可能是你的右脑比较发达 像我们本身啊 像我自己啊 从小画画就不行 去学过素描 上个几堂课就不想上 因为实在画得太烂了 所以从小呢 画画是不行的 但数理逻辑OK 所以我可能是左脑比较发达 所以想像这些 原文字当中的那些逻辑 我很快的就能够想通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你 念佛时那个念 不一定是只有痴迷念佛 观想念佛也是一种念佛 这时候我们虽然没有真正得到念佛上面 见到佛的庄圆像 但是你的理解当中 是佛号 是佛像 都是佛的法身所表现的像状 原文字像 心原像 都是法身像 你有这样的理解 有这样的信心 你还一定要等到临终的时候 你所看到阿弥陀佛现前的 才叫做佛要来接引你吗 你应该要有信心 现在我们随时具有这样的信 这有这样的愿 在念佛的时候 阿弥陀佛的愿 已经加持在我们的身上 只要我们一直维持这样的功夫 临终必然能往生 后面这句话很重要 到了临终的时候 然后还能够维持这样子的正念 这样的功夫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句 如果我们偶尔有这样的信愿 偶尔这样在念佛 常常都是跟其他的 平常都是跟其他的五一六成 贪嗔痴慢疑 种种那些歪七扭八的那些妄想 相应 临终能不能够保持这个正念 那就一个大问号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进度中强调 一定要恶立法门 佛立那边都没有问题了 现在就靠 靠我们能不能够维持这样的正念 在临终的时候 你说那这样也是很难 是很难 难在于我们习惯打妄想 说它不难 其实你想念佛 你已经了解这个道理 你想念佛的时候 佛号就自然生出在你的心中 有难吗 不难 要念佛 对我们而言 我们善根福德俱主的人 要念佛不难 难在于我们容易打妄想 所以为什么中国进度中的主事要强调 二例就是这个原因 佛号那边都没问题 早就已经准备要接应我们 好 请看参考讲义 这边引用测误禅师语录 本来 本来以前在准备这一段的讲义上头有很大一段 我后来发现 这边呢 引用最后这一段最重要了 前面都是加以说明而已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看这一段就好了 今以此念 等于策务大师给我们开示 今以此念 就是什么什么念 念佛的念 念于西方阿弥陀佛求生极乐净土正当念时 你注意看 当你正在这样念佛 具足这样的信愿念佛的时候 西方一正在我心中 而我此心已在西方一正之内 为什么会这样 世事无碍 华言里面讲的世事无碍 策务大师只不过是用一个批语 让你能够体会 两个镜子互相对照 镜子都会反射 你有光线它都会反射 现在两面镜子互相对照 佛心众生心 我们心念佛 佛心也念众生 所以如同两镜焦光相互含照 这个就突破空间的障碍 叫做横片十方之像 当你在佛经里面看到所谓的横片十方 你用现代的名词你马上能够理解 突破空间障碍 突破空间的限制 当你肃穷三计就是突破时间的障碍 突破时间的限制 所以念佛时我心 已经在极乐一正 极乐一正也在我心 另外呢 肃穷三计念佛时即见佛时 也就是成佛时 求生时即是往生时 亦是渡生时 这三个时间 为什么这样叫三个时间呢 我们现在念佛将来往生 再更将来往生以后成佛 好像是有这样子前后三段时间 策务禅师告诉你 你真的了解道理的时候 肃穷三计 正念佛的时候就是跟你成佛的时候 跟你往生的时候是没有两样 对不起 念错了 念佛时就是见佛时 也就是成佛时 这个才对 念佛时当下就见佛 也就是自己将来成佛 那么前面是自己念佛 见佛 见佛好像有他 对方有佛 有志跟他 但是如同他前面讲的两进相照 所以这时候 四心念佛 四心做佛 四心四佛 所以也就是成佛时 求生时 求生时即使往生时 也就是往生以后 广度终生时 这三个时间 同时更无前后 没有时间的前后 所以前面打破空间的障碍 所以前面打破空间的障碍 后面打破时间的障碍 他说呢 华言里面的饭网地珠 南齐全体 南科梦是月类一般 也就是说 华言的那股饭网地珠 虽然辟育得很好 但还是没有办法 完整的辟育全体的这一种 四十五万的境界 毕竟饭网地珠 那个地珠还是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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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还是会有 还有这样一千颗 你还算算算 还有九百九十九一千 各自不同 可是四十五万 你再也不能够说 完全不同的差别像 或者是完全相同的一体 说不出来了 所以才会说 饭网地珠 这个辟育南齐全体 全体就是珍如全体 法界全体 可是南科一梦 就是短短的做梦的时间 等于把一生的时间全部演完了 可以用这个来做一点点辟育 类似这样 可以辟育出一点点 略类一般 此理物之最难 性之最异 你要真的悟很难 可是还没悟到 你理解了愿意相信 性之最异 但能直下承担 终必全身受用 也就是说你马上就信他 你一信他全身受用 这个身他写这个身 也相当于生活生命的身 一生都受用 可谓 参学四弊 等于禅中的人需要去参学 要去参访善知识 要去参禅 想要能够让自己能够大策大悟 你要是真的能够信受 这个道理 你等于就是禅中的参学 已经结束了 你已经毕业了 所做已办 该做的都做完了 如果你没有办法直下承担 如后未能 未能就是不能够直下承担 就不能够完全信受 便当任便观察随分受用 前面是终身全身受用 这边是随分受用 等于你观察到多少 相信多少 你就能够受用多少 所以墨学一直在这个讲习上面 一直跟大家提醒 你要对阿弥陀佛有百分百的信心的话 你根本不必担心自己不会往生 你只需要担心自己的品位够高不够高 愿不愿很用功的 让自己的品位提升 可是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要担心的是 你会不会太过自信 太过自信 然后平常打妄想打得多 静念念佛的时间少 那就很难保临终的时候 为什么呢 现在还没有很严重的境界考验 所以感觉上好像还蛮有自信 很有信心 境界来了 还能不能够维持这样的信心 上代考验 你说什么境界 神病 久病 繁心的事情 破身厉害相关的那种繁心的事情 现在是佛菩萨把我们保护得好好的 因为知道 就好像那个小孩子 在小学时候 还需要有人大人好好保护 慢慢让你成长 可是到了那个十七八岁十八九岁呢 要准备成人了 得要给你一点考验 你才能够真正成人 你要当菩萨了 要给你一点境界考验 这时候呢 你比较有能力接受考验了 小时候就要考验 黏你就倒 所以佛菩萨是给你保护得好好的 所以我们要趁这个时候 先把那个能力给培养好 准备接受 任何境界之下 任何考验之下 我们那份信愿念佛的心 可以一直保持住 甚至呢 还能够越考验 我越坚固 能够信愿念佛 这个时候再也不是说 纯粹靠佛力 得要自己的功夫了 那你也可以说 碰到那个境界 你还能够不断的学习 还能够不断的往上 帮助自己 一直帮助自己 让自己更加成长 后头也是有佛力 在加持着我们 否则依我们凡夫 没有佛力加持的话 那一刻就倒了 一考就倒了 每次考试都不及格 那不就是以前的状况吗 可是 为什么考试不及格呢 还愿意继续学习努力呢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在后边 一直给你鼓励 让你慢慢的呢 慢慢的成长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 也要有这样的准备 好 接着呢 再看回经文 812页 这时候呢 阿弥陀佛出现的 这个摄像是什么呢 他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 那个前面那个容颜广大 无法形容 必须呢 要用一个辟域 一座高山 而且他的高度呢 高出一切诸世界上 所以这时候 黄天主老居士呢 就要引用其他的经文 八一三页最后两行 在阿弥陀经的第九观 佛的真身观的时候呢 就讲到阿弥陀佛的身高 六十万亿 还OK 下面还有一个形容词 恒河沙尤寻 如果是六十万亿尤寻 感觉还是有一定的数字 加上恒河沙 那你就很难想象到底有多大 佛身哦 所以对应于佛身那么高大 然后 眉间摆好 就是我们通常在画佛像 两眉中间这个白蚝像 多大呢 五座须弥山那么大 然后呢 眼睛呢 像四大海水 那你就可以想象 整个地球 那些有海的地方 全部摊开 变成平面的 光是佛的眼睛就那么大颗 所以这时候请你想想看 我们小小的这样一个娑婆世界的凡夫 一看到阿弥陀佛 一定会问说 阿弥陀佛是在座的我没看 因为我们光是在佛的眼睛四大海水 我们就想象 根本一片汪洋大海 结果那只是佛的眼睛 还没有看到他的白蚝 还没有看到他的身形 身像 所以你看那个阿弥陀佛的身像有多大 翻过来八一四叶 一样继续引用这个观金 前面的经文只是讲这个摄像端元 这边引用观金讲的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像 一像有八万四千随行好 一好有八万四千光明 来形容这一种摄像端元 然后后面再继续讲到 形容那个黄金山 如百千万亿个 万亿倍 你也可以说万亿倍 百千万亿倍的夜摩天的颜浮弹金 那么亮 那种黄金色的亮 所以第四行 这样的阿弥陀佛的报身庄严 虽非安然及其果位以下的惠众所能敬见 但以良土如来 微神加批 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互相配合 以圣方便 都让众生都能够见到 所以经文才会写到 阿难看到 彼佛如黄金山 高出一切诸世界上 一方面看到摄像 二方面听到十方诸佛赞叹 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 用无碍的辩才 没有间断的赞叹 所以下面一段 阿难就 对释迦牟尼佛讲 哇 彼佛真的是太庄严了 得未曾有 所以他当下就代表大众 阿难发愿也要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相信我们如果到了极乐世界 先拜见阿弥陀佛 拜见观世音菩萨 我们应该也想说 阿难尊者 可不可以让我见一面 这是我心中的偶像 要跟偶像见一面 那一定可以见得到 因为他也发愿要往生 他也一定往生了 不过他只是代替大家提出说 想要往生这个念头 释迦牟尼佛就回答他 说其中生者 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 是怎么样 都是曾经亲近过 无量诸佛 执重得本的人 你想要往生 你得要跟他们一样 也是亲近无量诸佛 执重得本的 这时候我们就说 那没有 我没有亲近无量诸佛 没有执重得本怎么办 所以释迦牟尼佛也知道 所以马上就说 你想要往生 应当一心归一瞻仰 所以你把前后两句话合起来看 如果我们能够像释迦牟尼佛讲的 一心归一瞻仰 包括前面 八一二讲的 要恭敬鼎礼 参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所以 合起来 就是跟那个 已经往生的 这些 连世海卫中 菩萨一样 都是亲近无量诸佛 执重得本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的很清楚 你要往生 你要往生 就是要一心归一瞻仰 恭敬鼎礼 念 阿弥陀佛 所以 礼拜 赞叹 坐愿观察 回向 这个就是往生论的五念行门 所以 他说 这边 一心归念六十喉鸣 就是 总刮这五念行门 所以 这个 是 释迦牟尼佛 回答 阿弥陀佛 要往生 你就要这样做 请看参考讲义 对于这段话 你看 他说 经上讲了 释迦牟尼佛告诉阿弥陀佛 以身者 以身亲近无量诸佛 之重得本 预生者 要怎么样能够往生 佛直接回答 应当 一心归一瞻仰 因为 阿弥发愿要往生 释迦牟尼佛就教他 怎么样才能够往生 条件就是要 一心归一瞻仰 所以就如同小本阿弥陀经 释迦牟尼佛在阿弥陀经里面讲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生彼国 既然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生彼国 那怎么样叫做多善根福德因缘呢 你回家仔细看阿弥陀经的经文 接着就讲 文说阿弥陀佛指持名号 若一日若七日 到若七日 一心不乱 其人灵命终时 阿弥陀佛与诸圣众 现在其前 现在其前 不就是接音往生吗 所以 经文就马上告诉你 你 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有信 愿持名 若一日若若七日 一心不乱 你等同就是多善根福德因缘 否则你 对 你等于把释迦牟尼佛前面那段话 听了 然后下面那段话 神略 释迦牟尼佛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所以这个就是廉慈大师 偶义大师 在注解里面 一直跟我们反复强调的 你要合起来看 不要拆开来看 其他没有好好 好好读阿弥陀经注解的 或者是其他中派的这一些法师大德们 就喜欢拆开来解释 然后就以自己的意思来解释 多善根福德因缘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误解了弥陀经的意思 所以为什么要引用这段呢 在讲义里面 墨学就说 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 阿弥陀经里面讲的 信愿辞明 就合乎释迦牟尼佛 在无量寿经里面讲的 一心归一瞻仰 也等于是往生论的五念行门 就是阿弥陀经里面讲的 多善根福德因缘 这就是结语 我写这一段结语 就是要让他知道 这篇经文虽然不一样 也就是说呢 你要公敬鼎礼 然后呢要一心归一瞻仰 要称念南无阿弥陀佛 里面不就包括了信愿辞明 所以信愿辞明 就是多善根福德因缘 所以才能够得生彼国 所以 你说那我们就不需要修 布施慈戒忍辱那些六度 照理这样说 四 如果你的目标只是在问 你的问题只是在问 如何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的确呢 你可以省略不需要修六度 但不是说 你就不需要修六度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要听清楚 如果你是要广行菩萨道 来回向往生极乐世界 你没有要用一心称明 信愿辞明来求生极乐世界 你是要用发菩提心修六度 来回向往生 可不可以 可以 我如果没有办法广修六度 我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信愿辞明求往生可不可以 可以 如果我贪心一点 我又要信愿辞明 我要修六度 你说你为什么用形容词贪心 就看你凡夫做得对做不对 我们自己是凡夫 所以我一感觉 我又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又要广行六度 好像呢 我没有办法做得那么好 两项都要做好 不如一项做得专精 除非你是再来人 你是大菩萨 在座可能有 有是这种再来人大菩萨 我不敢说 我只是举我自己的例子 做不到 没办法 那你平常你都不修不思词戒忍辱这些吗 随分 随缘 不是不做 主要的功夫 没有办法摆在那里 一项专念 一项专念就在做不好 所以随缘 不是不做 如果不做 完全不做 那发菩提心一项专念的第一句话 发菩提心就互相违背 但是两句话要结合在一起 发菩提心一项专念 不是发菩提心是一回事 一项专念是一回事 很多人误会这两句 发菩提心是一回事 一项专念是一回事 然后最好是两个加在一起 我一方面发菩提心广心六度 我一方面一项专念 你做得好 两行都做得好 我给你随喜赞叹 真的随喜赞叹 不是用一种讽刺的话 真的给你随喜赞叹 两项都要做到好 发菩提心广心六度 又要一项专念阿弥陀佛 我们欢呼在做服务大众的事情 就很难一项专念 你要修念佛三昧 不是修念佛而已 是你要修念佛三昧 要念到功夫成片 你要花很多时间精神去 布施慈戒忍辱 我们欢呼做得不好 要自己想得好 所以仔细听默学的这种讲法 不是否定去广行众善 布施慈戒忍辱 我没有否定 也没有说你只有一项专念 好像是小圣 我也没有这样说 所以一定要听清楚 要衡量自己的能力 你哪边比较有把握能够做得好 在善导大师 观金寺帖书 他教我们的 他说 那个 柱形 六度 广行众善 砸善 砸形 可以用来回向 当柱形 正形 还是痴迷念佛 善导大师都这样说 我们是什么人 却认为我两边都可以做得很好 太多周遭的例子 我们仔细去观察 看是哪一种人 比较到临终的时候 都可以真的很自在 很能够有把握能够往生 是专门 印象专念 专门持佛 持佛名号的人 还是广行众善 广修六度的大菩萨 哪一个对临终比较有把握 回来 把终点讲完了 回来815页 做事与时 815页 最后两行 开始讲到 阿弥陀佛 从掌中放无量光 普照一切世界 这时候呢 全部的佛国土佛世界 诸佛国 你看 诸佛国 全部通通 明线 都看到很清楚 如处一群的意思 一群就是八尺 或者是 用一个批语 印度人说一群就是 你把两个 两个 两个 这个手啊 张开 像我们这么矮的人 手张开就这样而已 像姚明 那个200多公分的 那张开 更大一点 但是印度人就说 这样就叫做一群 所以 如处一群就是 这么短的距离 都看得这么清楚 正常人的眼睛 老花眼 严重近思人 例外 正常人的眼睛 在一群当中 都很清楚 所以他用这个形容词 阿弥陀佛的光明 一照之下 十方诸佛国土 就看在一群内 看得这么清楚 为什么呢 因为阿弥陀佛的殊胜光明 极清禁固 所以 所有的这一些 黑山 雪山 金刚铁围 什么东西 一切境界 全部看得清清楚楚 无不照见 再用一个批语 八一六夜的第二行 日出 阳光 大阳光底下 晴天阳光底下 明照世间 包括三二道的地狱 西谷 幽民之处 也通通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下面有一个形容词 皆同一色 犹如结水 弥满世界 这个比较特别 皆同一色呢 就像什么 通通都是阳光 普照的那种 黄金光 因为阿弥陀佛是晃出 金黄色的光 所以如果形容说呢 像结水弥满世界 下面是形容 结水弥满世界 什么东西都看不到的 只剩下这些大水 唯贱大水 所以这两段话 你不觉得有点冲突吗 你说哪两段话冲突 前面是阶西明现 后面是阶西不见 沉默不现 所以才会强调说 如同万物沉默不现 唯贱大水 是形容 全部通通都是水 全部通通都是阿弥陀佛的光明 在阿弥陀佛的光明底下 什么东西都皆悉明现 是这样 这时候只有佛的光 不要说是阿罗汉的光 已经不是光了 是连菩萨的光明 也看不到了 只看到佛光 身闻菩萨一切光明 西街隐蔽 不是完全没有光了 是比起阿弥陀佛的光来说 都不叫光了 就好比我们的手电筒 在晴天大太阳底下 我们那个手机或者是一般的手电筒 再用这个时候手电筒 或手机的光 在大太阳底下哪会有光的感觉 只有在黑暗当中 我们那个手机一点点的光 会觉得蛮亮的 所以佛的光明照耀之下 阿罗汉跟菩萨的光 好像都不见了一样 所以这样的两段话 为什么要强调这个 你看到讲义 首先呢 说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后面呢 却说唯见佛光 所以 这一个未译本 因为呢 是只有这一段 一切所有皆同一色 譬如节水弥满世界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 晃样浩瀚 唯见大水 比如说光明亦富如是 身闻菩萨一切光明 皆兮隐蔽 唯见佛光明 要显赫 你看 未译本就只有讲到这边 可是宋译本 有写到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譬如日出明照事见 唐译本 也是有写到这边 一切光明底下 以佛光明皆兮照见 就如同有人用清静的天眼 观一寻地 通通看得清楚 可是下面还有一段 比无量寿如来 印证等觉光明 印毙一切身闻 其诸菩萨 令诸有情 西皆得见 所以可见 唐译本 两边的意思都有写 未译本只有写一个 宋译本 这一段也是写一个 所以后面呢 就帮大家整理出来 五译的差别呢 就是第一 以佛光明 因为阿弥陀佛的光明 万物昔见 但是呢 他 印毙他光 菩萨阿罗汉的光明 就等同不见了一样 第二种译法 这边应该是二 不是一了 二 以佛光明 隐蔽一切 所以 有的译本呢 是强调这一段话 有的译本呢 就是两个意思同时写 现在 绘几本就把两个意思 合成一段 但是呢 的确还有这样的两段经文 所以这个可能呢 一般习惯读无量寿经的人 或是不读无量寿经节的人 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差别 一个说能明见一切 一个呢 说是连 菩萨阿罗汉的光都不见了 所以 菩萨阿罗汉的光不见了 只是强调佛的光明特别亮 就好像 这个节水就是沉住坏空 世界要坏掉的时候 大水灾 全部通通被这个水灾淹没 只看到水 其中的东西都被淹在水里面的 类似这种辟语 所以这个是经文里面的两个意思 让大家看清楚 然后再来解释 接同一色 接同一色呢 你看到黄年族老居士 在八一七页的 二四六八 第八行 一色者表万法一如也 于佛妙至光中 昔清净本体 差别像明 明就是没有了 没有差别像了 微露真实的那个清净本体 所以同一色 讲的大家都跟真如同一体 只剩下真如清净本体 万法一如 这样叫做皆同一色 所以这时候请参考讲义 大致论里面也有类似这段话 譬如种种色身到须弥山王边 须弥山呢 它有四边 东南西北 每一边各有一种颜色 但是呢 不管哪一个颜色 其他的众生到了那个 譬如说都是 都是呢 闭绿色的这一边 那所有众生的身 身体的颜色到这边 通通变成闭绿色 变成绿色的 因为虚弥山的这种光太强了 其他的众生本身的颜色 已经看不出来了 他用这个批语 大致论用这个批语 般若波罗蜜最重要 五波罗蜜亦如是 因波罗蜜到撒婆若中 一种无异 如果你有波罗蜜 你其他的不失词戒忍入精进禅定 通通都等同是波罗 有波罗 所以下面你看 补充说明 五波罗蜜未入波罗时有差别 寄入波罗则无差别 如诸异色物 到虚弥山边 皆同一色 乃至下面的八十九品 一百卷的八十九品 贪污解品 虚弥山 种鸟盗者 就是那个鸟 飞到这边来 通通变成跟虚弥山的颜色是一样 皆同一色 不管你是什么鸟 你是鹦鹉 八哥都一样 波罗蜜亦如是 诸法入中皆同一相 因为是用波罗 讲的是无相 讲的是无相 空性无相 所以 念佛三昧保安论 也有这段话 万善同归 贤臣三昧门 这一门 鸟相须弥皆同一色 这个刚刚已经屁股过了 大支度论讲过 大家一看就懂 川巨海 无户异明 就像长江黄河 入了东海 通通都叫东海 不再有长江黄河的不同的名称了 或者是我们现在讲 就叫做太平洋 入了太平洋 这时候管理是长江是黄河的水 通通都叫做太平洋 以此类推 我们的基隆河淡水河 入海以后 也通通都叫做太平洋 就不但有各自的名称 所以 大宝基金文书浦门会 会天龙八部 地狱畜生 色生相等 一切法皆三昧 通通会同到三昧 全部都是在这个三昧门 所以你看到主题 万善同归 贤臣三昧门 你把三昧如果套上是念佛三昧门 华元经当然是通通都是华元三昧 法华经当然所有的三昧都叫做法华三昧 所嫩言经一切通通就叫做所嫩言 念佛三昧 一切法通通成为念佛三昧 一由毛绒巨海 借纳虚明 跟华元里面讲的最小的毛孔 或者是借子 毛孔能够容纳巨海 借菜子能够容纳虚明山 一样的一切万法全部都在这一个三昧门里面 所以就整理了一下前面讲的跟这一段 以佛光顾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显示一真法界里面 寒荣 圆荣寒盛 十方法界 十法界众生相 通通通通在一真法界里面 显示什么 相大圆荣的俗地 所以这种能够含荣一切的 显示真如里面的相大 或者是真俗中山地里面的俗地 那如果呢 身闻菩萨一切光明 西街隐蔽 唯见佛光 刚刚皇帝主老句是我们看到的 显露本体 显示体大 在三地里面讲的就是真地 为什么要用圆荣灌上去呢 因为三地圆荣 这时候俗地真地 通通会到中地 就是街同一色 把前面的 云荣俗地 向大 巫不照见一切境界 跟 唯见佛光 唯显体大 的真地 全部会到 街同一色的 云荣中地 这段是这样解释 那这个解释的话呢 是黄连祖老句是也没有 这是默学的体会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其他的经文的解释的话 你看注解就看懂了 那么接着看八一八一 不但是阿兰看到 此会示众 天龙八部 人非人等 通通都看到 那么看到什么呢 阿弥陀佛与比高坐 那么高坐就是在极乐世界啊 就如同八一二夜那边讲的 就看到阿弥陀佛就坐在那边 不是站着哦 如同黄金山 可见就是坐着 威德唯唯向好光明 然后旁边呢 不是只有阿弥陀佛出现 声闻菩萨 也通通围在旁边 可是相对的呢 阿弥陀佛特别高大 所以用一个形容词 如须弥山王 出于海面 明现照耀 这讲的是阿弥陀佛的正报 清净平正 讲的是义报 不但看到阿弥陀佛明现照耀正报 看到极乐世界清净平正 那么下面 无有杂烩及异行类 为是重宝庄严圣 圣贤共住 其实这几句呢 要连在一起才好 什么意思 无有杂烩 还有无有异行类 为什么呢 无有杂烩讲的就是 为是重宝庄严的异报 无异行类 为是圣贤共住的正报 是这样的 没有异行类 那都是什么 都是圣贤共住 都是圣贤 没有异行类 然后说他呢 这一个重宝庄严 只有重宝庄严 所以没有杂烩 整个世界清净平正 没有那些有的没有的杂烩 所以这四句应该要连在一起 在形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 跟这些菩萨的正报依报 的清净庄严平正 那黄天主老居士在筑节里面呢 就引用前面的词汇四重 一开始就有讲到这些人数 所以你看这边他写到 大比丘一万两千人 比丘你五百人 亲信是七千人 亲信你五百人 他去哪边知道这些资料 请你翻前面的一百零六页 经文第一品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瑟臣 奇蛇枯山中 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 这里布就有一万两千人 然后接着看一百八十四页 又有比丘尼五百人 亲信是七千人 亲信女五百人 还有这些天人 所以数字在这里啊 所以加起来两万人 光是四重弟子 两万人 那还有其他的天龙八部 还有其他的这些菩萨 菩萨就没有算了 菩萨数量太多了 他算不完 是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回到八一九页 第三行 既然当时候就有人 不是其他的天龙八部 就是人就有两万人 所以你看第三行 当时及未来一切众生来 正信 提到这个就是我们讲 天主教基督教好像讲的 要做见证人 见证就在这里啊 而且这些话 这些经文 五个 五个义本通通都有 第四行 遍载五亿 所以黄天主为什么要讲这个 就既然是五亿本通通有 可见呢 就是八一九月最后一行 八一九月最后一行 五亿同生 逐政却治元经 就不管不同的凡文本 都有同样的这些经文 可见真的当时候有人看到极乐世界 只可惜那个时候没有录影的设备 如果有的话那就精彩了 不过话要说一头 释迦牟尼佛有那么大的神通 为什么不当时就想办法先录下来 释迦牟尼佛也很有智慧 他知道呢 就算留有录影 那些影像党留下来 到了现在来 没有善根的人看来还说 谁知道是不是造假的 他还是会有意见 所以以其这样就不要让众生造罪业 还是让你好好念佛 让你自己得到念佛上面自己看到 还是这样比较保险一点 释迦牟尼佛是很有智慧的 宁可不要让众生造 诡谤三宝的恶业 好 那么接着看 八二零业 第三行 纯是四宝所成 这样来解释 无有杂慧 然后呢 为是重宝庄严 等于 这三句连起来 为是四宝所成 为是重宝庄严 那么 这个是义报 然后呢 没有义行类 这个是阿弥陀佛是明现造药 然后呢 神文菩萨 圣贤共住 这个是正报 那至于一报 前面的宽广平正 清静安稳 那个是很前面很前面的 宽广平正在十一品 各位页数抄一抄就好 不一定要翻了 四百四十八页 然后清静安稳在前面的十九品 五百三十二页 所以呢 黄内祖老君是干脆 把前面的经文所提到的 就用到这边来 那如果你会背 无量寿经的经文 你会背 那你就知道 墨玄是因为有电脑 还可以查 要不然根本不知道 黄内祖老君是这两句话 怎么突然冒出来 就是用前面的经文 用十一品 用十九品 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 你再翻回八一八页的经文 大家看到这个 最后你看 阿难吉诸菩萨众等 皆大欢喜 然后就一直拜了 永药做礼 一面拜 一面就称念的 南无阿弥陀佛 不过弄 在念的时候 用了一个三秒三佛陀 正片支 正片支 就是你看到八二灵的注解 正片支 或者是等正觉 那不要那么复杂的话 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就一直念一直念 这样子 那因为佛的光明 照在这一个众生身上 所以八二灵业的最后两行 就开始讲了 初天人民乃至这些动物 昆虫 所有疾苦莫不休止 一切忧恼莫不解脱 而且都能够慈心作善 欢喜快乐 这些天乐乐器啊 就自然想起来了 然后 诸天人民各持花香 在虚空善作共阳 所以黄天主老君说 这个就是呢 第十四愿 愿成就文 另外呢 是光明片照品 十二品 这是第十二品 前面的四百七十九页 那个地方也可以说是呢 这个愿成就文 所以那个光明片照品呢 讲的是三途极苦之处 那现在这边讲的是呢 这些小昆虫 通通呢 通通停止忧恼 所以 这个 请看参考讲义 这边 净空和尚的开示呢 简单的念一念 然后三二道的众生 地狱恶鬼住身 通通在阿弥陀佛的掌光之中 放 从掌中放无量光嘛 这个时候 这些二道众生 看到佛的光明 所有的疾苦痛苦 通通停止了 在地狱里面 受刑罚的苦 佛光一照 暂时都停了 为什么墨学强调暂时 因为夜报还没进的人 毕竟还有他的 他的业力 佛光一照 暂时让他停止 然后呢 接下来他还是要继续受苦的 除非呢 在佛光一照之下 他就得解脱 等于在地狱的果报 终于结束了 他就出来了 所以 这个地方呢 老子上没有讲这么细 只是说 停了 不会受苦了 得到休息 你看 只是休息 只是休息 一切忧恼 莫不解脱 人在受苦的时候 是烦恼很多 何况是恶道呢 所以恶道众生的忧虑烦恼很多 佛光一照 他身心也可以得到自在了 身心自在就会有善心 持心做善 所以可以觉悟 可以改过向善 欢喜快乐 所以说实在话 被附身的众生 他们就有这样的感受 一方面呢 来附身的都是来报仇的 被附身的众生痛苦 其实呢 要来附身的那个众生 也不是那么的好 也很难过 所以如果在三宝的这种调停之下 可以让彼此都暂时休息 这时候呢 就比较能够讲的话 这些师父们 要给这一些冤亲在主讲的话 就比较能够听得进去 你没有办法 让他先暂时休息那个苦 你一直劝一直劝 但是对方的苦 没办法停 或者是被附身的人的那个苦 没办法停 都没有用 所以这个我们是要可怜 可怜双方 不是只有可怜被附身的人 也要可怜说 众生都在这种业力互相牵扯之下 互相在那边报仇 过去因为造恶业伤害的对方 所以今天人家才会找上门来 所以像这种情形 我就跟他讲说 你要跟对方讲 说你让我受苦 你也得不到好处 如果你让我休息 让我能够好好来送经念佛 我这个功德回向给你 你也比较可以得到解脱 得到安乐 何乐而不为 我就劝他说你要这样劝他 你不要一直找我麻烦 你找我麻烦 我是该受 我是心甘情愿我过去伤害过你 我是应该要被你惩罚 但是你会因为这样能得到安乐吗 所以你不如先暂时放过我 让我好好修行 好好念佛送经 把这些功德回向给你 你跟我都有好处 再来我就跟他说 那你要劝他 既然如此 那我们为了要彼此化解 那你也好过 我也好过 我们大家一起通通信愿念佛 我们大家都一起念佛往生极乐世界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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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要你放过我 是你自己要放过自己 你让自己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 一切通通 生死苦都没有了 不是很好吗 那么 你跟我在这边纠缠 还不是一样继续溜到轮回而已 有什么好处 这个如果没有那么深的怨愁 多讲几次 是可以 可以慢慢消解的 就怕我这番话 力量很小 对那种深仇大恨的 冤君债主大概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没有能力真的让人家的苦暂时停止 除非我有相当的威德福德力 能够让双方的苦暂时停止 这时候呢 比较能够像这边阿弥陀佛的佛光照耀之下 慈心作善 苦要停止才会有慈心作善 我们凡夫众生就是这样很可憐 好 看到821 最后四行 金钟祥坛见佛见光见土等瑞相 或许有人说那这个是拙相 有这样拙相的过失 黄天主老句是说 他不认识尽中之庙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认为 要知道尽中之庙端在当相即到 即是而真 所以不需要否认 所以不需要否定这些四跟相 拨就是拨除拨无 好像一定不能够有相才能够求道 不必不必拨相求道 也不需要一定要离世才能够见真 而是在四相当中 就有道就有真 当相即到即是而真 而且用华言的道理来说 纯是华言 世事无碍境界 任何的四相通通都是 泛网帝诸 帝网之诸 一一元明 一一圣庙 每一法通通都是一真法界全体 注意看这个字 每一法通通都是一真法界的全体 不是全部加起来才是一真法界的全体 每一法一一皆是通通都是 所以我常常举例说明说 你初学看不懂这个意思 我举例说明说 请问什么叫做空性 缘起是空性 你怎么样去了解去体会空性 只要是你能够了解它是缘起的 而且任何一个缘起 心法设法的缘起 任何一法任何一个缘起法 都是空性的全体 空性你怎么分部分 这是空性的十分之一 有这样的 这是空性的一半 空性还可以让你分一半的吗 所以这是用空性来理解这个 再用另外一个辟语 镜子 镜中像 在镜子里面呈现的任何一个像 通通都是镜子能够显像的 这种功能的全体 镜子不是 不是那块玻璃叫镜子 它因为能够现象 能够反射那些影像 它才叫做被称之为镜子 不是吗 所以不是镜子小块大块 或者是镜子的一半 四分之一 镜子能够显像的功能 就是镜子的全体 所以任何显现在镜子当中的任何的镜中像 都能够显示镜子那种显像的全体 所以这样叫做一一皆是一针把戒之全体 前面墨学这样说明 应该已经是用数学逻辑的推理 跟那种图像 不管你是左脑发达右脑发达 你应该都比较能够体会了吧 所以这个就是呢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修净土的人 他不需要要离像 不需要要破像才能够见真 就在念佛 念到得念佛三昧 见阿弥陀佛 见极乐世界现象的时候 这时候所现出来的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的正报义报庄严 就是你的真如心性全体显现的时候 也就是套一句我喜欢用的 你问说禅中讲的明心见性 所明的心见的性是什么一个状态 在我们念佛的人来讲 念佛念到得念佛三昧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现前的时候 就是明心见性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说 当然如果你要跟我讨论说没有呢 你们自己讲念得一心不乱 得念佛三昧 有钱有身 你如果是四一心不乱 不是离一心不乱 你讲的那个有一点太超过了 那你既然懂这个一心不乱 还要分四一心离一心 那我请问你 当他正得四一心不乱的时候 他所用的心 当下所用的心 正得四一心不乱的心 是不是真如本心 还是真如本心 你不能说他不是 只是他见得透彻不透彻 完全不完全而已 就好像你们禅宗也所谓的破初餐 破这个 勞关 总共有三关 你们不是一样有破三关吗 难道你破第一关的时候 你不能说他叫做明心见性吗 如果可以 破初餐的时候 你说他叫明心见性 那为什么我四一心不乱 不能够叫明心见性 我得念佛善妹的时候 浅得念佛善妹的时候 为什么不能够叫做明心见性 只准你们禅宗可以破三关 都叫明心见性 所以我念佛善妹见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时候 我说他就是相等于你们明心见性的境界 我们对凡福而言 这还比较有一个东西可以抓得住 可以体会 否则对于初学禅的人 什么叫明心见性 好玄喔 好像很不可思议的境界一样 结果你们又告诉我们说 到最后你真的明白的时候 那个没有很玄 就好像师姑本来是女人 绘画 否则他为什么叫师姑 否则就应该叫做师父 所以你说本来就不玄 一样阿 念佛见佛 就相当于你的明心见性 就这么稀松平常 所以这个是把见佛见光 黄年主老居士的意思 讲清楚 然后下面请看参考讲义 这个的话就是 讲到我们念佛 能够有一点功夫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要细看 这边只是重点摘录而已 你要细看 你可以先自己去看 续法法师的 大师之菩萨念佛原通章书超 里面有关于见佛这一段 现前见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不是有这一句经文吗 现前见佛 当来当然就是往生的时候见佛 没问题 现前见佛 他说现前见佛不离现阴 就是现在的五阴 于定中见或者是梦中见 这样叫做现前见佛 这样叫做现前见佛 当来见佛是呢 寿命要结束了 暴中阴患 见佛来赢 或者是呢 你被 你品位比较低 被接引了 在莲花里面 在莲花里面才见佛 花开才见佛 这样叫做当来 就不是现在 所以先解释经文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然后呢 讲必定见佛 为什么必定 第一感应难教 感应道教难思义 是因为这个道理 第二 此觉跟本觉弃合 法尔必然 是从这两方面去讲 这样叫做必定见佛 至于第一个感应道教难思义 信德 你要相信 即心是佛 你相信这个道理 专于释念 在释像上念佛 不想是 不管是持名或是观想 念向好佛故 这时候 见果报佛来入我心中 就如同观经里面讲的 誓心做佛 诸佛如来法界身 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所以这样叫做感应道教 终于见佛 第二 从理上来说 信德 即佛是心 前面是信德 即心是佛 这边是信德 即佛是心 专于理念 前面那个是四相的念 这边是理念 这时候念的是本性佛 因此 因此 必然能够 始觉跟本觉 契合的时候 至心中 见法身佛现 这样叫做 必定见佛 下面问 今有专心念佛 于定中 梦中都不见佛 也有一身念佛 跟临终时 也不能够往生西方 为什么 答 专心念佛 但是定中 梦中都不见佛 一个理由 过去业障重 再来 现在善利弱 现在的善跟力量太弱 就是念佛不够 叫做善利弱 再来 佛有两种加批 没有障碍 等于你障碍没有了 险加就让你看到 障碍重的人 暗中加持 暗令得意 所以不是没有得到佛的加持 是因为障碍重 看不到佛 像普贤云 这个就是普贤劝发 这个观 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有诸众生 心中发明普贤行 这不是 对不起 这个应该是首能言经 二十五元通里面的经文 当众生 心中发明普贤行 就是发菩提心 想要用普贤行愿来修菩萨道 这个叫做 心中发明普贤行 这时候普贤菩萨 分身皆知其处 重比葬身未得见我 我欲其人 暗中磨顶 普贤菩萨就会给 这样子的发菩提心 想要行普贤十愿的菩萨 暗中磨顶 勇护令救 让他成就 所以一生念佛不能够往生的 念佛不经成故 生疑不笃信故 两种理由 两种理由都可以 乃至第三种 不是真的有往生的愿 你没有真的要往生 只是觉得好像往生也不错 不是真的要往生 只是觉得极乐世界应该也不错吧 用个把问号 不能断贪爱故 这也是一个理由 四个理由 问 现在善根浅薄可以真修 可是如果过去业障深重 我们怎么会知道能够来对峙呢 答 有两种方法来判别 一个是三昧中 在修念佛善魅当中有善根发向 就知道你过去有善根 有种植善因 第二个 善魅中若有按业障发向 则知过去不中善根 两个是相对的 你不是在问说 我怎么知道我自己过去业障重不重 就看你在修念佛善魅当中 你是有善根发向 还是有业障发向 这个我们修习诗文中 第二堂课再来开始 我们第二堂课来接着开始 继续看到续法法师的这个 念佛善魅当中书超 在讲义第三页这边 所以呢 他问了一个问题说 我们怎么会自己知道 自己过去的业障深重来对峙呢 他就回答 如果你在修念佛善魅当中 有善根发向 那就是代表过去有种善根 那如果在修念佛善魅当中有业障发向 那就代表过去没有种善根 那至于这个什么是善根发向呢 这边只是把那些名词列出来 详细的呢 你可以多看 的话呢 你要多看的话 你要去查那个 书超的这个 续法法师的书超 念佛善魅当中书超 他是用这个念法佛 念报佛 念法佛 等于法报化三生 各有他的那种善根发向 然后再来念实佛 这个时候用华言的 佛生有实 实佛 所以呢 他是法报化三生 然后再加上实佛 那么简单的说 这边没法细说 就是你过去如果有念过佛 修过这样的法门 你在这一生修念佛上面的时候 你就有一些好的现象会发生 举例来说你会身心轻安 然后呢 有时候呢 会有这些好梦等等的 类似这一些 但是呢 细的话呢 你说那他从哪里知道 也有可能他自己修来的 但是呢 很大一部分呢 他是根据禅波罗密 智者大师的 是禅波罗密 赤地法 赤地法门 好 那所以 这个地方 都是代表呢 你过去或者今生 有念佛 你看用的是 席报像 为什么叫做席报像 就是过去有修 有熏席 所以呢 你这一生再继续修 所以就会延续你过去修的 所以会用这一种席报像 那因此呢 你看他这一边 因报 不善报音像 用的是报音像 这边用的是这个 席报像 所以呢 这个过去是因 然后这边是果 所以 业障这边呢 他就不用席音 而是用报音 所以呢 一个是异守果 一个呢 是等流果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可能有的人 对这样的异守果等流果 比较熟悉 所以 他讲的善根发像呢 是一种等流 等流果 类似这种等流的东西 然后如果是业障发像的话 是一种异守 那这个业障发像呢 我们光是从字面上来看 其实就能够体会了 你看第一个 昏沉暗闭业障发像 很清楚的 一念佛 一修行 就昏沉 心中就一片黑暗 这是业障发像 第二个 妄念散乱业障发像 一直压不下来 那种 那种心 散乱妄念的心 压不下来 第三个 恶劲逼迫业障发像 会出现一些不好的境界 恐怖的境界 生忧愁的境界 最主要就是那种 那会让你生恐惧 恐怖的那种心 第四个是呢 病逝苦恼 生病啦 或者是呢 事情病很多啦 本来没有修行的时候 没有要念佛的时候都没事 想说没事好好来念佛 你想念佛的事情就来了 我常举例说明说呢 你本来生意不好 你本来生意不好 生意不好 好好念佛 你想念佛了 生意变好了 所以你就觉得好像念佛对生意有帮助 实际上是一种业障发像 因为你生意好 你就不想念佛了 就障碍你念佛 就障碍你念佛 那你是希望生意好还是生意不好 那是不是 好 总之呢 这个我是用比较有趣的方式去做一种形容 最主要就是说呢 有这些事情来 有这些病苦来 有些苦恼的事情 你就呢 念不下佛了 是这样 这样叫做呢 代表过去呢 有业障 然后下面引用起性论 这段话 也来证明说呢 这个什么要叫做有业障发像 能令众生 攀着世间名利之事 令死人 素称素喜 就是那个情绪起伏不定 有时候很高兴 有时候就很生气 这样子 性无常准 或多慈爱 多睡 多病 你说多慈爱不好吗 我们大家说假薄 不是真的那种 有智慧的慈悲了 所以这样就变成是不好的 多慈爱 多睡 多病 然后呢 齐心懈怠 或者是有时候很精进 然后呢 就方慧了 精进一下 然后就 都不休了 所以会生于不幸 会多疑多虑 这都是一种不好的现象 或者是舍本盛行 更休杂业 本来念佛念佛好好的 结果呢 现在是 不念佛了 我去布施去 我去拜灿去 你说真的不好吗 这边的意思 齐心的意思是 舍本盛行 你本来修得好好的 本来快要跟三妹相应了 业障一来 放掉 本来快要成就的 改修其他的 让你回不来 他的意思是这样 那么若酌事事种种千残 酌就是贪酌 黏酌在这些世间的事情千残 死人得诸三妹少分相似 好像有一点点 三妹的样子 然后呢 接下来就其他的东西去了 左偏了 都是外道所得 不是真三妹 走岔路了 本来用功 方法不对 但是呢 多少你很用功 很精进 所以会有少分相似 但是因为一开始理论不对 方法不对 所以叫做非真三妹 是会这样 你看下面 马明菩萨更说 其心论 令人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 乃至若七日 住于定中 得自然香美饮食 身心肆欲 不饥不可 死人爱佐 前面都OK 前面都跟定中很像 但是最后 这句就麻烦 死人爱佐 你就贪这个境界 那这样是不对的 在起心论的讲法 这是不对的 又或 或者是呢 令人食无分济 乍多乍少 颜色变异 有时候吃很多 没问题 我吃十大碗都没问题 有时候说我都不用吃 都没问题 所以颜色不是饭的颜色 是你的容貌 你的外表巨大的改变 这些都不对 以示异固心者 常因智慧观察 勿令此心堕于邪网 当情正念不取不着 只能够远离世诸业障 马明菩萨说 外道所有三昧 都不离賤爱我慢之心 攀着世间名利供养 这是根本问题 所以修三昧有一点点成就 有一点点功夫了 就在那边炫耀 就会变成到这里来 攀着世间名利供养 下面再引回续法法师的树超 佛有神通力威德力本愿力 大光明中必无魔事 本来是这样 可是你看续法法师接着马上写 或有数葬身后 即不善用心 过去的业障太重 还有你用错心了 荣有磨其 这时候这种不对的现象 磨的现象出来的时候 你要能够辨识 怎么辨识 他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列举 修夸法师只能够列举原则 所现象好不与金和 你是修净土法门的 你的象好要跟观无量寿金相应 要跟无量寿金相应 那阿弥陀金写的比较少 所以呢 比较难完全依照那个标准 总之呢 还是以三金净土三金 如果我们修的是念佛 那不合那就不对 举例说明出现西方三圣像 观世音菩萨上面 不是一尊佛 大四智菩萨的这个观 不是一个宝品 这样就不对 所以这个就要仔细读经 如果三金不熟 你说怎么用这个做标准替自己判断 最重要是替自己判断喔 你不要没有什么功夫 就要拿着这个去印证别人说 你这样你修的不对 你哪有修不对 自己没有功夫 拿经文去印证谁信你啊 而且你还给人家讲错怎么办 再来 不与本所修行者 所谓的本所修行 所谓的本所修行 他呢 引用的是呢 智者大师的四常布罗密赤地法门 里面呢 他所举例的说 你本来是修属习的 照说你所谓的这些善根法相 都要跟修属习观相关的 结果呢 你所献出来的相 竟然是不进相 不进观的那些相 那这样不对 这跟你的属习观不合 所以他举例的是这个 所以可以套用到念佛里面来也是这样 你本来是修念阿弥陀佛的 观想阿弥陀佛的 结果地藏菩萨出现 劝你说来来来来 我带你往生极乐世界 你说地藏菩萨不对吗 不能吗 你是修念阿弥陀佛 观想阿弥陀佛的 怎么会出现地藏菩萨 所以这个叫做不与本所修行合 是这样 另外前面有讲到这些善根法相 到底是真的还是外力干扰 魔作非魔作 也有一个判断 两方面判断 第一心境久速 第二烦恼轻重 他说如果你看得像 善根法相是见佛文法 善根法 报应尽相 暂现便谢 席因善心相续不断 这是真正的善根法相 若是魔所作 报应尽相久久不灭 谢去更来扰乱 席因善心 善根法还面或束耳变成恶念 所以关键在什么叫做报应尽相 什么叫做席因善心 报应就是呢 现在没怎么修 过去修过 所以是一种一手果一种果报呈现 席因是你修一阵子了 修好一阵子了修半年了修三年了 如果你是一直都是修这样的方法 修修修修修 终于有善根法相 这时候呢 所发的善境界可以持续不断 正常 这是正常 所以才说呢 席因善心相续不断 正确 这是真正的善根法 然后如果呢 最近没有很用功 但是突然就有好像 暂现便泄 这是对的 是佛菩萨要增长你的信心 鼓励你的信心 暂时能让你看到好像 所以这样是对的 反过来说 魔所作明明没怎么修 结果久久不灭 或者是 去了更来 去了更来 明明最近没有那么用功 怎么会有 常常会有这些好像 你以为 哇我终于修成功了 你没怎么修 你怎么会修成功 小心 然后呢 喜音善心明明很用功 结果呢 蘸发环面或者是素耳变成恶念 可见有外力干扰 这个就是用这种心静久速来做判断 第二个呢是 出现这些像 烦恼是变轻还是变重 如果见善相发时 令心事 动乱 烦恼真重 众多妨害 不利定心 悉俗魔作 若见善相现已 虽未正禅定 身心明静 善念 开发 烦恼轻微 善昧开通 身心快乐 内外安稳 气色光润 烦恼 急急 就是不动 功德巍巍 那是真的是自己的善根法相 你看喔 还没正禅定 但是就有这些好像 烦恼变轻 那种善变更加的愿意修善 那就是正确的 那如果没有办法判断 邪正未了 主要用两个方法 你看一个子 一个官 还是用天台的子跟官 所谓的子 就是 身入三昧 一心念佛 专念佛 这时候不管他献了什么像 你通通说 都是假的 惜之虚狂 但 平心注定 对那个像 不娶不舍 所谓的不娶你知道 为什么叫不舍 不要生害怕排斥的心 硬是说不要有这个像 不要有这个像 当你说不要有这个像 就是你心中已经先抓住 然后再告诉自己说不要有 不要有 你明明就抓住 还说不要有 所以他才会说 平心注定 不娶不舍 所以 如是习心即然 不起分别 完全用定 用止 如果是好的 圣境 定力月身 散法如相 如果是不好的 魔境现象 你用定 把它 排除在外 不久自坏 发了 你就知道它是不对的 你必然就知道它不对 这是用定 第二个用观 观 真空法界 一切都是空 一切有为法都如梦幻泡影 念虚空法佛 念虚空 念法身佛 推检现象 所有的像 所有的像 都缘起信空 不见深处 从哪里生 不是真的有哪里可以生 所以像 空即 心也空即 全部通通都是一心真如 魔界如即佛界如 通通都是同一个真如 魔界的真如 就是佛界的真如 离真如外 没有任何一个法相可得 这样修观 所以前面是用空 看到无声 后面是用真如 唯是一心 唯是真如 这样的修观 佛法自当现前 魔境自然消灭 虽然我们没有修那么好 修那么高 但是呢 起码我们终于有 过去的主师大德 给我们的一个参考 有这些文字 起码全部都没有看过这样文字 好像自己在那边 虾 虾 虾子摸像在那边摸索 碰到境界也不知道 问谁好 起码有这样的过来人 提供我们这样文字参考了 最后那个圆明俱德的解释 也就是那 课本821页最后一行 那种圆明俱德的解释 讲义里面呢 说这个就是十宣门 完整的名称是 主办圆明俱德门 简单解释 诸法中任何一法为主 其他法就叫做办 通通围绕在这个主旁边 周扎围绕 围唱围随 忽唱忽随之类的这样子 一个是主唱 一个是和声之类伴唱 所以这时候主办依词 吾有障碍 如北城所居众心拱之 辟欲如来所说原教之法 理无姑其 必有眷属随身 所以十方诸佛菩萨 互为主办 释迦牟尼佛为主的时候 阿弥陀佛也是为伴 阿弥陀佛为主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 毕洛真阿佛都为伴 所以就举例来说 现在目前这样一堂课当中 看起来好像我是为主 各位为伴 但换个角度说 如果各位都不在 阿我在这边讲什么 所以一定是主跟伴 互相唱和 才能够圆满一切法 所以他这边就举这个例子 主伴互为主伴 重重交参 同时顿唱原教法门 所说法门秤信即谈 这个秤就是相应 信就是真如本性 即就是讲到究竟处 可以说是 依着真如讲到究竟处 具足重德 如果你能够圆明了之 完全明白 则凡官一法 任何一法 都可以具足无尽的德相 所以常常佛光一现 只有一道佛光 有情无情自然相应 供样赞叹 所以呢 这个华言里面难懂就是这样 他的用词都很玄 法法层层都是一帧法界 通通都是无碍解脱境界 实在超乎一般的那种逻辑思考 好 大概就这样先介绍一下 因为那个十玄门在前面 等于整个经文解释完 回到前面 我们也会再看一遍 所以这边就先这样子过去了 请看到822页 这时候的经文你看 20 也就是说 当大家都看到阿弥陀佛 看到极乐世界 不但是娑婆世界的人 看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的人 也看到娑婆世界了 所以 当时候 当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 极乐世界 其实它是在 娑婆世界的西方 过百千巨子 纳犹他国 是讲 极乐世界 其实是在 娑婆世界的西方 百千巨子 纳犹他国 十万亿佛国土 但是因为有佛的威力 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的威神力 所以 两边对看 好像就在对面 如近天眼观一群地 彼见此土 亦户如是 极乐世界 见到娑婆世界 也像这样 西渡 娑婆世界 即彼丘众 围绕所法 所以这个是 量土 好像就变成是 很近 那么 柱节里面 过于西方 百千巨子 纳犹他国 他说 箭前柱 请你翻到四百二十九页 经文就在这里 四二九页的第三行 现在西方去严福提百千巨子 纳犹他佛查 有世界明曰极乐 所以柱节就在后面 如果你需要 你再回去看后面的柱节 好 回到八二二页 所以皇天主老居士呢 他就说 极乐不离至心 这是理 但是呢 就在娑婆世界的西方 十万亿佛国土 那个是四项 但是呢 理事无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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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万亿佛国土 极在墓前 就是观经里面讲的 阿弥陀佛 去此不远 一方面 慧众有成心 二方面 两尊佛的威神佳批 一 竟会良土 互陷 互陷 大千 人 还算是 后面 你不能把 十万亿佛国土 门街 怎能有 十万亿佛国土 耶 还不足 任何亿佛国土 就再次引用前面算出来的两万人 光是人 人到众生两万人 亲自听到阿弥陀佛说法 令身正信 心要怨胜 下面他再说 在引其他的经典来证明真的有 第一个引关经 这些见证人就是韦提西皇后 跟他的宫女 五百个宫女 这也是人 再来第二本是 佛说如幻三魔地 无量印法门经 这个在大正上十二册 大正上十二册三百五十九页 那么这些经文你们各位自己去看 现在只是告诉你 你要看参考的话 在Cβ里面大正上十二册三百五十九页 十网生经在万字续账第一册三百六十五页 所以这些都有经文的依据 那么这个 净会良土互献目前 请看到参考讲义 等于黄念族老居士在八百二十二页的第六行有这两句话 净会良土互献目前 刚好呢 那个净土生无生论 的清文记 里面呢 有注解这个 彼此横一 这个法门 彼是指极乐 此是指娑婆 彼此横一 就是说呢 虽然呢 良土分得很开 尽会虽疏 不外当人一念 所以从理上来说 都不离一心 叫做横一 西方极乐世界 无心中一土 说波世界也是无心中之一土 约土而言 有十万亿彼此之义 约心而观 缘无远近 所以黄念族老居士说 这个叫做事理无碍 约土而言 乃全信而相 强调的是相 土当中的是四相 可是这个四相 是全真如自信 开展出来的四相 从四相来说 有义 可是这种相 相的义 没有离开信 约心而言 乃全相而信 故同 所以他要强调的是 你说他义也可以 说他同也可以 从相来说义 从心来说 从信来说同 为什么要这样讲 就是下面这两句 急之常分 派之常合 急就是不二 好像两个相急不二 但是还是可以分 因为相是不同 你要分派出去 抱歉 虽然可以派得出去 但是呢 还是有相同相合的地方 所以你要讲他是相亦 OK 讲他相同 OK 纯之可以 反过来说 王之亦可以 更何况 心及三信具足 我本来想说 这三信是哪三信 片记所值 一他起不对 是生无生论 自己创造的 信具 信量 信体 具就是具足的具 量就是呢 那个测量 测量那个量 心量那个量 信体 就是呢 真如本体那个体 所以他说三个信 信体 信量 信具 三信具足 广大 清静 上合 就是哪里还有彼此 尽惠的 书亦 灾 所以从 一心来说 具足这些 信体 信量 信具 那这三个名词 就不再多解释了 如果你要了解 你自己去多看一点 净土生无生论 简单的说就是体相用 就是大圣喜心论里面的体相用 简单说 并不完全一样 好 那下面这一段 无量寿经 真解 引用这段的用意在哪里 是这个地方 经文 特别强调 两土可以互建 而且 真解说 为什么两土可以互建 黄天族老居士的注解是说 因为有两尊佛 释迦佛跟阿弥陀佛同时加持 可是真解这边强调 因为阿弥陀佛的光明神力 所以 此文不说容疾不恶 不说两土不恶 而是真的可以两土互建 彼见此土彼此尽会 盼然相分 不同的差异相 故知此文明尽会差别相 但是因为阿弥陀佛的光明 加持之下 所以 说佛世界可以看到 极乐世界 阿难等在此见 彼三种庄严功德 彼土慎重 彼见此临三一会 所以 经文最后才会写 相立明知 叫做彼户如是 彼见此土彼户如是 所以真解强调的就是 因为是阿弥陀佛的光明 两个不同的相 两个不同的土 竟然其中的众生可以彼此相见 如处一循 而且还用近天眼 看得清清楚楚的 不过我个人有一点小意见 如果讲极乐世界的圣众 都有天眼 他们要见娑婆世界随时能见 不一定要在阿弥陀佛的光明加持之下 只有说佛五卓二世的众生 像我们这样障碍很重 虽然理上来说 心性来说没有远近 但没有佛力加持 不可能互见 现在经文强调的就是 由无量受佛光明神立故 所以能够让我们看到极乐世界 十万亿佛国土之外的极乐世界 目的在哪里 就是下面这句 娑婆众生因此生起信愿 另外也让极乐世界的圣众 见到说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 正在鸿轩此经 能够增长清净的信心 否则他们本来想要见就能够见 可是在两尊佛的同时加持之下 我们这边增长信心 他们那边增长信心 大概是这样 最后皇帝主老居士在八百二十四页 在引用说 这品经具有四溪潭 第一个就看到了生欢喜心 世界溪潭 生欢喜心 第二个的话 生那种心求心 想要念佛求往生的那种生善 为人惜谈 生善 令生善 因为持名往生 是善中之善 第三个能够破除疑惑心 对 对治 惜谈破恶意 破除你的疑心 最后能够让你了解 心佛不恶 事理不恶 入第一意惜谈 那么无量寿经起信论这一段 你看 我们把它念一念 为什么要念 觉得文字好 右边说明 右边的经文说明 无量光明骗照一切 极乐说婆 同一法界 本无彼此 安有东西 没有分东跟西 为什么呢 他说 三合大地 皆是众生 目神所成 眼睛有毛病 看出来的 也就是说心有毛病 所以才会分开 若能一念 入佛境界者 无量光明 本来就普舟成岔 三途六道 可是同时解脱 不读阿难以佛 威家批得见佛身 即诸一证 即经末法众生 但能入此法门 不离当念 即得见佛 所以 如果你真的能够 入念佛三昧门 入此法门 就不离当念 即得见佛 底下所引用的华言经 我再怎么查也查不到 但是呢 查四辈塔的话 原来 最初开始用这段话的是 有名大师 有名颜兽 中进路 中进路里面的话 他说呢 这个经文里面写到 诸佛一世大圆境 我身犹若 模拟诸 一个用大圆境 一个用模拟诸 做辟语 那两个放在对面 不像刚刚我们说 是两个镜子 现在是一个模拟诸 一个大圆境 这时候呢 佛的法身 入我体 就入到模拟诸 模拟诸 我身 也常入诸佛的 那个大圆境 等于两边互照 所以就可以知道 诸佛众生本来不恶 名为见佛 实无见者 何以故 不可于一体中 互相见故 怎么突然变成这个 请你看到 今天发的讲义 所以对于这一段话 其实呢 把它引用 这个中进路来看 等于黄念祖老居士 没有全部引用 到最后 它是自己这样写 但中进路 本来有这段话 前面呢 主词就是诸佛跟众生 就是一个大圆境 一个模拟诸 如果你说 这两个互骗 你还是有两个 则有二心 是以常住一心 用一心 常住的一心 来做辟语 这个一心 很像虚空 佛跟众生 一个凡 一个圣 凡圣二号 两个名号 环同虚空里面的虚空花 你说有没有实体 没有实体 但是既然叫做虚空花 就是在虚空里面出现的花 有毛病 眼睛有毛病 才会在虚空里面 看到虚空花 才会有凡圣二号的差别 所以它才会说 凡圣这两个名号 环同虚空里面的花 清黄起灭衰疏 虚空花 有清有黄 有生有灭 好像有差别 匪越太虚之性 没有离开虚空 也就是说 眼睛有毛病 看到虚空花 还看到 还看到那个虚空花 有生有灭 有清有黄 再怎么变 眼睛所看到的虚空花 没有超过虚空 所以 迷雾生成有益 我们凡夫 有的迷 有的雾 一个上升 一个下降 通通没有离开 真觉之根源 一心 本来有这段话 所以 这个金颂 你看中进路只有讲金颂 没有讲花颜金 到了起心论 就给它加上 变成花颜金 因为这样的金颂 看起来很像花颜金 所以它就 干脆就给人家 加上花颜金 害我在那边找不到 花颜金在哪里 然后这段话 这个季中讲完 虽然互入 而无所入 若有所入 即成二法 因为你还有两个东西 一个镜子 一个魔力珠 还有两个东西 才会说镜子 入到魔力珠 魔力珠入到镜子 不就是有两个东西 才会这样互相入来入去吗 所以这个是不得已的辟语 佛跟众生的相入 无所入 从无所入去讲互入 如果真的有所入 那就成二法 不是他的辟语的本来的原意 所以佛法难懂就在这边 要说辟语的话 我还是习惯用镜子 请问镜子本体跟镜中相 两者怎么分 两者有没有不一样 应该不一样 镜子是镜子 镜中相是依着镜子而有的相 镜中相不可以等于镜子 但是镜中相不能离开镜子 对 虚空花是因为眼睛有毛病 才会看到虚空花 所以你会看到虚空花 代表是有毛病的心 看出来的 但是虚空里面的青黄花 虚空花的生灭 通通都没有离开 那个迷惑颠倒的心 都在那个迷心里面 在那边生灭青黄 就像镜中相不能离开镜子 而另外别有 但是镜中相有没有生灭 有生灭 这时候你一定马上就这个批说 那镜子会有镜中相 一定有镜子外面的东西 所以我避开那个 我所批语的是镜子跟镜中相 我不是说镜子外面有个东西 跟镜子有没有差异 我不是用这个批语 我是要你想一想 镜中相跟镜子 彼此有没有差异 所以这个批语 就比他这边讲的 把佛跟我生 批语成两个东西 本身这个批语就有点毛病 所以才会特别 人家你看有名颜兽大师 在中间才会特别补一句话 虽然互入而无所入 要无所入才对 所以黄连族老居士也是这样子 赶快写 不可于一体中互相建固 诸佛众生不可于在一体中 还有恶法互相建 好 这个是比较难懂的地方 但是还是要这样稍加说明 然后 好 这一品结束 接着第三十九品 慈式数件第三十九 经文给他念一遍 经文不长 而是佛告阿南及慈式菩萨 如见极乐世界 宫殿楼阁 全慈灵树 具足为妙 清静庄严佛 如见玉界诸天 丧至色旧今天 玉珠香花 遍佛叉佛 阿南对约 为然已见 如闻阿弥陀佛 大音宣布 一切世界化众生佛 阿南对约 为然已闻 佛言 如见彼国尽形之众 有处虚空 宫殿随身 无所障碍 遍至此方 供养诸佛佛 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 互有众鸟 住虚空界 出种种音 皆是化作 如惜见佛 此事伯言 如佛所说 一一皆见 佛告弥勒 彼国人民 有胎生者 如父见佛 弥勒伯言 世尊 我见极乐世界 仍住胎者 如夜摩天 处于宫殿 又见众生 于莲花内 结佳夫作 自然化身 何因缘故 彼国人民 有胎生者 有化身者 这样两段 最主要呢 品名 这一品 叫做 慈世素见 因为是在 强调在后面那一段 慈世弥勒菩萨 见到呢 有所谓的 有助胎的 有助胎的 有化身的 所以提出这个疑问 那前面 佛对着 阿难讲 也对着 慈世讲 所以你看 一开始 耳时佛告 阿难 及慈世菩萨 对这两个人讲 可是呢 接着讲 看到极乐世界的 这些清静庄严 有没有看到 他们的这些 禁行之众 都是阿难在回答 都是阿难在回答 然后呢 这个 有没有看到 这个这些众生 念佛相续 然后虚空中 有鸟音 说法 化作 你看到没有 这时候 弥勒菩萨接化 看到了 如佛所言 所以 弥勒前面 不是没看到 是阿难 代表回答 后面 弥勒接化 是要接 下面那个 他要提出问题 怎么会有这种 像胎生 像化生的差别呢 所以品名 才会特别标 慈世素建 不是阿难没见到 因为是 要接下一品 边地移成 那请看 参考讲义 本品的宗旨 还是主要是要 除以 来正性 还是以这个为主 那么阿难 与弥勒 倾诉 自言所见 更正 佛言真实 有弥勒 见极乐 胎生之重 困于一尘 所以呢 下面就要提出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 怀疑 疑惑的过失 所以这一品重点在这边 那至于呢 第二个就是第一段 总共分成五小段 首先呢 说问阿难跟弥勒 有看到极乐世界 宫殿楼阁 清净庄严 佛 所以这个 诸天 雨花 有没有看到 这些 另做见证 第二个的话呢 你有没有看 听到阿弥陀佛的说法 辱文阿弥陀佛 大英宣布 化一切佛 这是第二段 普渡十方 第三段 有没有看到 极乐世界的圣众 骗自十方去供佛 第四段 有没有看到 极乐世界的众生 念佛相续 这句的话 第四个 见彼等念佛相续佛 出自在唐义本 大宝基金里面有 然后第五段 有没有看到 这些鸟 鸟说法 所以 在课本的 这第一大段 大概可以分成这样 五小段 那么为什么 一定要是对着 阿难跟慈世菩萨 这个引用 谨心法师的注解 请看参考讲义 此初佛命阿难 理弥陀佛 所以 一定要接着问 阿难 然后问弥勒 因为他是 影响众之主 阿难是 当机众之手 各自代表 这两号人物 佛为对此 二大圣 劝悟令修 净土 原因在这里 一个是 当机众之手 一个是 影响众之手 为什么 为什么就如同 锦心讲的 阿难自己发愿 要求往生 所以这是当机众 这个法门的当机众 那 弥勒菩萨 从前面讲的 如教奉行 不敢为师 所以他是 影响重 的主 所以特别对 这两个人讲 这个也只有 这个锦心 有提出 这样的看法 那么 826页 课本826页 皇帝主老君 是提出 另外一个观点 阿难是 集结金葬的人 弥勒是 当来下身的人 的菩萨 是从这两个 但是不如 锦心的注解 比较直接 我还是比较赞同 锦心法师的 这样的注解 比较 跟这本经 有直接相关的 那 至于呢 这个经文里面 说 问阿难说 有没有看到 欲界诸天 上至 涉旧 尽天的 天人 来与诸相花 墨学的讲义 补充参考 说呢 这个是 他方世界 十方岔土的 天人 成佛 慈力 来到极乐世界 修供养的 第二个呢 是极乐世界本身的众生 只要没有断见思惑的 顺着我们说 佛世界 说呢 啊 这只是叫天人 因为如果是断见思惑 那就是出国 二国 三国 阿罗汉 等等那些 没有断见思惑 可以飞来飞去 所以相当于是天人 然后呢 有欲界天 有色界天 没有讲 无色界 因为无色界 没有形象 这是补充 这是补充说明 那再来呢 问阿兰 有没有听到 阿弥陀佛 大音宣布 一切世界 阿兰说 有啊 听到了 所以 佛的法音 阿弥陀佛的法音 可以 骗一切世界呢 所以底下 我就自己 假设问这个问题 既然 阿弥陀佛的大音 可以 骗布一切世界 为什么我们 说佛世界的众生 听不到呢 为什么我们听不到呢 就引用 大制度论的这一段 问答 来回答你 大制度论里面 有这段话 若佛的音声 常能遍满 令众生 今众生 何以不得常闻 答 众生无量节以来 所作恶业盖住了 是我们要自己 忏悔 我们自己 有业障 盖住了 例如 雷电霹雳 很大声 龙者不闻 雷声无减 不会因为呢 龙者听不到雷声 代表雷声 缩小 是因为他自己 有障碍 佛意如是 常为众生说法 如龙震大雷声 众生罪顾 知不得闻 有自己的罪障 如今世人 精进持戒者 于念佛三昧心 得定时 罪够不障 即得见佛 闻佛说法 应声轻了 所以很清楚的 这段话 龙树菩萨 告诉我们 怎么样能够消除业障 能够见佛 听到佛的说法 修念佛三昧 修念佛三昧 就能够常看到佛 听到佛说法 所以这个是我们 自己要了解的 很多人都怪 佛教都讲得太深 讲得人家都听不懂 他都不怪自己 太浅薄 善根太浅薄 佛菩萨只好 为了要慈悲皆引 降低层次 来为我们说法 就像观音菩萨 普门品 应以合身得度者 极限合身而为说法 但是 从这个角度 你也可以知道 观音菩萨也要为那些 有善根深厚 大修行的人的说法 所以佛菩萨讲经说法 都不是一定要讲浅的 要了解 好 那么这个注解 826页到827页 不难懂 我只是把那个 他所引用的出处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他倒数第五行 826的倒数第五行 他说这个经文 前面的经文 一切诸天 皆基百千花香 这个是在659页 659页 那么第39页 证明第39页 国中万物严禁光丽 行色苏特 穷归奇妙 这个是在345页 345 然后呢 这个倒数第二行 此正经文 佛与凡雷正 八音畅妙生 在644页 菩提树王 演出无量妙法 音生 在494页 827的第二行 彼国胜仲 这个 骗公诸佛愿 在288页 288页 以上这个是 他所引用的 那么第四行 827的第四行 互见圣众 念佛相续 皇帝主老居士 对这一段的 就注解很多 主要呢 就是说 从凡夫跟菩萨 他分成两部分来讲 凡夫往生 凡夫发心 十念顿正不退 大势行尽 十地不离念佛 所以 就算凡夫 因为念佛才往生的 往生仍然念佛 是菩萨往生的 菩萨本来就是 不离念佛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发现 同样都是 持续在念佛 念佛相续 还是皇帝主老居士 在注解这段 还是分成 凡夫跟菩萨 两种不同 但是都可以叫做 念佛相续 所以你可以解释 念佛相续的念佛 第一是 持民念佛 持续都在修 持民念佛 也就是往生以后 还是在修 持民念佛 第二 十地菩萨不离念佛 这时候 不是只有持民念佛 也没有离开持民念佛 也就是说 是广义的 念佛的解释 这样叫做 念佛相续 你说什么叫做广义的 你可以用很简单的一句话 持民念佛 即是持相念佛 如果狭义的 持民就是只有名号 语言文字的名号 你用这样来解释 持民念佛 那个就叫做狭义的 广义的持民念佛 持民等于是持相念佛 所以你说 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 所有的菩萨都还在 一直在那边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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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但是它是广义的 也可以 要这样解释 比较圆融一点 然后第五个 看到鸟说法 那就跟阿弥陀基里面讲的 都是阿弥陀佛 御令 法音轩流 变化所做 这个好懂 那么接下来 有胎生的 这件事情 你看 弥勒菩萨跟佛讲 我见极乐世界 人住胎者 如夜摩天 处于宫殿 这边写 如夜摩天 处于宫殿 后面 八百三十九页 八三九页 八三九 第一行 形容胎生的众生 亦有保持莲花 自然寿生 饮食快乐 如刀立天 但是于其尘中 不能得出 所居色宅 在地 不能随意高大 五百岁 常不见佛 不闻经法 不见菩萨 身文胜众 这样叫做太神 所以一个形容 像在夜摩天 一个形容在刀立天 都是用天 那夜摩天 是在玉界的哪一天 道立天再上去 道立天是第二天 第一天是四天王天 再上去道立天 第三天就是夜摩天 再上去是多率天 弥勒菩萨那个多率内院 所以一个在道立天第二天 一个在夜摩天第三天 两边的经文不太一样 可是如同夜摩天的是 弥勒菩萨所形容的 如刀立天是 释迦牟尼佛回答 里面出来的 所以不管如何 都像天人那么快乐 但是呢 称之为不自在的原因 就是这五百年 胎生 编地移成胎生的 这五百年 不见佛 不文法 不见菩萨 圣众 对他们而言 这就是他们的困扰 用这样来形容 好像编地 好像胎生 只是形容 很像编地 很像胎生 先来看参考讲义 这个夜摩天 这边 你看 这个就是唐义本 出处就是唐义本 我见极乐世界人 助胎者 如夜摩天处于宫殿 这是弥勒菩萨建造 极乐世界的助胎者 因此呢 就补充说明 佛学常识 夜摩天的天人 寿命两千岁 可是他们的一天一夜 相当于人间两百年 两百岁 所以我就算了一下 他们的一生的寿命 两千岁 相当于人间 一点四四亿 就是一亿四千四百万年 夜摩天人的寿命 升到夜摩天 你的说明就是人间的一亿四千四百万年 然后其他的佛学常识 升长两由旋 一由旋如果用 用这个 四十华里 那两由旋八十华里 那如果用八十华里 是一由旋 那两由旋就变一百六 那用八十华里 相当于四十公里 升长四十公里 那就很难形容 是从台北到哪里 是四十公里 是到桃园 还是到苗栗 总之高度就很难 因为那个一零一已经不足以 不足以形容了 很高了 两由旋 可是一幅呢 长度四由旋 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在演那个天人 飘起来那个都很长 都很长 就奇怪 他们这样行动不便 不会 很轻 衣服很轻 你看 长四由旋 广两由旋 重才三株 一两二十四株 他才八分之一两 重量很轻 可是夜摩天还有婚姻之事 男娶女嫁 男女相近或才相报 就完成了 然后呢 会生小孩 而从男女膝上化身 从膝盖上面冒出来 就冒出来 不是膝上长肿瘤突然冒出来 就突然冒出小孩出来 这么特别 出生者如颜浮提的三四岁 有的人说是大概是像七岁 可是很快就变成大人 那吃的是很亲近的 团食一样要吃饭 团食就是一样要吃饭 所以这个是补充佛学一些常识 然后 那至于胎生 请翻到课本八百二十八页 第一行第二行 你看 极乐有胎生有化身两类 莲花中自然化身的是化身 胎生呢 是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求愿往生 包括后面编地一层 第四诗品要讲的 与佛五字疑惑不信 但是你身性因果 你会修善 用身性因果 用修善来回向往生 但是你对佛的五字不信 有怀疑 所以在极乐世界里面呢 五百岁花不开放处花胎中 这个时候 黄殿祖老就是用了一个花胎 经文没写花胎 也就是汇集本没写花胎 那他为什么会用花胎这个形容词呢 请看参考讲义 汉译本无译本 没有胎生这个名词 注意看哦 五种原译本里面 比较古老的两个译本 里面没有胎生这个名词 他用的是什么 编地 不能得前置无量清净佛所 便道鉴就是中途 会看到佛国界边自然七宝城 所以到了无译本 干脆直接翻成 阿弥陀佛国界边自然七宝城中 这时候你看到这个七宝城就很欢喜 就住下来了 那就是要住五百年 所以他没有用胎生 所以他没有用胎生 用的是佛国界边七宝城中 所以才会说讲边地移城 卫义本唐义本才有用胎生 所以胎生是卫义本唐义本用的 所以如果你要说 我只要读卫义本就好 人家本来的两个义本 汉无两义 不用胎生 而且宋义本 年代比较后面的 还强调 经文还强调 乌有胎生 你看卫义本 有这句经文 比国人民有胎生 唐义更有 彼等众生处 花胎中 所以用花胎 是只有唐义本才有 那刚刚说了 宋义本强调 不可以是胎生 佛言 此事极乐国中有胎生佛 此事博言 佛也是尊 没有 其中生者 譬如玉界诸天 居五百游巡宫殿 自在游戏 何有胎生 他们只是住在玉界天 很像玉界天那么快乐的宫殿里面 不是胎生 至尊 此界众生 何因何缘而处胎生 你说那这句话怎么讲 这个此界众生 是指 像我们娑婆世界 这样的众生 此界就是讲 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 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 为什么会处胎生 佛就回答 弥勒 娑婆世界的众生 会有胎生 是因为 所重善根 不能离向 不求佛会 妄生分别 身着 世乐 人间福报 世故胎生 若有众生 以无相智慧 执重得本身 心清静 远离分别 求生 尽叉去佛补体 虽然命中 刹那之间 于佛净土 做宝莲花 生相去主 何有胎生 所以宋义本的前后文 如果你只单独看宋义本 他前后文强调 极乐世界 没有胎生 弥勒菩萨在问说 那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 为什么会有胎生 是因为有分别 有执着 释迦牟尼佛是这样回答 如果你在娑婆世界 能够用无相智慧 执重得本 这样去修 你命中以后 刹那之间 于佛净土 做宝莲花 化身去了 哪来的胎生 所以宋义本强调 极乐世界 没有胎生 你说那 魏义本跟唐义本 用胎生是 形容词 形容词 所以 谭卵 谭卵大师的略论 里面这段话 安乐国土 位之边地 一约胎生 是因为 边地 强调他 五百年 不见不闻三宝 同边地之难 或者是 就是阿弥陀佛 罪在其边 到此 佛国戒边 汉无两义讲 佛国戒边 但是如同我们这边的 这种八难 不见不闻三宝 胎生呢 是如同胎生 人出生之时 人法未成 所以 边延其难 讲边地 是讲他像八难 讲他胎生 是讲如暗 暗 不见不闻三宝 所以此二戒 戒此 旷比 非是真的是 八难中的边地 也不是 胞胎中的胎生 因为极乐世界 就算是 在边地 移成里面 通通都是 化身 所以唐义本 才会出现 花胎 他用花胎来形容 不是真的是 胎生 因为 最慢 五百年后 这个边地里面的 众生 还是可以 见闻三宝 所以不是 真的边地 八难中的边地 八难落到边地 是一生 通通没办法 见闻三宝 所以重点就是 这一句 边言其难 胎言其暗 其实我已经 把课本里面 所引用的 都念完了 黄年卒老居士 他是在第四行 引用绘书 绘书 但是呢 他没有写的 这么白话 那么 这个 八百四十页 八百四十页 这边 强调 解释 五百岁 五百年 不能见闻三宝 八百四十页 第二行 据汉意 于世间五百岁 世间 不是讲彼国 所以可见就是讲 世尊说法之处 所以谨性约 五百岁 就是我们 地球上的年岁 人间五百年 不要引用 华元经 华元经里面讲 什么 什么 所以 是极乐世界的 五百年 那很久 十二大节 更久 圣导大师 没有明显讲 可是呢 圣导大师 梁宗法师的传统纪 也是引经据典 举很多例子 来证明 讲的 上品 这个上品终身 一天 一夜 或者是上品 下车 七天七夜 都是讲 人间的 年 日月 但是还有很多人 就不信这个 还是认为 华元经里面 讲那个 所以讲的是 极乐世界的 一天一夜 那相当于 人间很久啊 那这样的话 释迦牟尼佛 就不会显得 说极乐世界的殊胜 如果照你们这样 解释起来 极乐世界 好像也不怎么殊胜 因为要 要待在人间那么久 在极乐世界才一天一夜 才这么进步一点点 那有什么殊胜呢 所以 前后对照 你要这样看 请看八百二十八页 第六行 不是胞胎中的胎生 因为极乐世界的众生 全部都是化身 包括身在边地一层的众生 也是化身 这就是宋义本里面强调的 没有胎生 没有胎生 所以弥勒菩萨看到的是 就算是在边地一层里面的众生 他所说的快乐 还是像夜摩天 为什么呢 因为夜摩天 一直在讲 你看倒数第五行 最后一句话 比天中人 时时畅言 快在 快在 不是 较快的 较快的 是好快乐 天天都觉得好快乐 就是夜摩天人的 这种状况 所以弥勒菩萨说 就算在边地一层里面的众生 他们也觉得好快乐 可是弥勒菩萨就问 也就是说经文这一品 最后弥勒菩萨代替大家问说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有的可以呢 就是九品化生 有的呢 却要到边地一层 好像这样子的胎生 所以 这个八百二十九页 第四十品 佛马上回答他 佛告辞世 若有众生 以疑惑心修诸功德 愿生彼国 这是总说 至于疑惑心 是疑惑什么 就是疑惑佛有 这五种智慧 所以 这个墨学的讲义 首先我们就把这两个重点念完 今天就可以下课 边地一层第四十 本品名 胎生之音 把会胎生的音讲出来 叫我们要断除以后 要有信心 免多边地一层 五百岁中 不见佛身 不闻经法 但受乐如刀立天 这就是经文 在四十品里面讲 刀立天 不得修习功德 无因奉事 无量说佛 胎生之音 有两类 第一 不了佛制等武 但信罪乎 以疑惑心修诸功德 愿生彼国 还有一个 余智善根 不能生信 简单的说 不信佛力 第二个 不信智力 对自己的善根 没有信心 但是呢 这两类的众生 与往生佛国 意志犹豫 然有 续念不绝 也就是说 你对这两方面 信心不够 但是你还是愿意 一直在念佛 结怨生彼 边地 最后你还是 真的有趣 结果呢 是因为 你带着疑惑心修的 伸到边地去 是你自己 修来的 身心所作 心智趋向 唯心所造 业力所迁 不是佛 挡你的 不是阿弥陀佛挡你 说你对我信心不足 我不让你进来 不是哦 是自己的业力所迁 所以我们就要 好好地来研究 对佛的五种智慧的不了解 下礼拜 我们继续来读这个 好 今天就到这里 请各位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从恩 下记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通圣极乐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菩提心